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要介绍的这盘棋呢是板田荣南先生啊 他直白对穆古石九段 那穆古石先生呢我想对围棋这个日本棋手比较熟悉的棋友们可能对他都有一定的了解 他是一代的宗师 他的弟子呢有很多啊可以说他的弟子比他更名气更大 比如小林光一赵志勋大猪英雄等等 甲藤正夫是吧 我们说起来呢都是赫赫有名的 当时在日本棋界是统领了一个时代 那么他作为这些大师们的老师 他的棋是非常非常有特点的 呃跟板田荣南先生相比呢 他们两个是呃各有各的特色 那穆古先生的棋也是非常非常的犀利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么两位大师的呃 一盘这个出色的一盘杰作 好我们现在来看棋盘 这盘棋呢是木古石先生之黑 板田先生之白 那么呃现在的局面轮黑下 对了 这又是一盘这个板田荣南先生的 可以说是他呃写在他的这个著作当中的一盘啊 呃反变教材 也就是说他自己呃遭受这个惨痛的失败的一盘对局 好我们不管这个是谁进攻哈 这个都是大师 我们都要好好的去学一学 呃主要是学一学他们的这种思路 好我们来看一下分析一下这个局面 现在这盘棋呢就是呃 双方都各自取得了一些实地 比如说黑棋的这两个角 加上黑棋的这个边 然后白棋呢是这两个角 当然白棋的角呢比黑棋可能要稍微肥一点哈 看上去要肥一点 呃 那么问题来了 就接下来双方进入到了中盘阶段 现在黑棋该如何处理当前的一个局面 我们说现在轮黑棋抢攻 我们来看一下白棋有哪块棋是相对较弱的 我们来先来寻找一下目标哈 首先左边的这三颗棋子 大家看这三颗棋子目前来说没有根据地 它是一块明显的一块弱棋 然后中间的六颗棋子 这个像一根冰棍一样的 奶油冰棍 这六颗棋子呢呃也是一个被攻击的对象 它显然是不活的 呃 但是黑棋我们看黑棋其实这呃这几颗棋子啊 它并不是非常的坚固 就它的结构并不是很坚固 它也有一定的缺陷啊 比如说白棋走在这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白棋这个点一个啊 基本上有线手味道 像说黑棋这个贴多半是线手啊 但是这个这个时机黑棋也不是很好掌握 比如说白棋也可以先冲着再点 啊对于这个地方如果有紫的话 下面白棋随时可以下来 所以说这个阵呢可能是先手 然后黑棋大概要怎么不管怎么补一个 这都比较不舒服啊 就黑棋比较难受 这样补起来比较难受 但是你不补呢 虽然不是暂时不是很严厉啊 但是总是有一个留一块心病吧 所以说呢白棋这六颗棋子啊 这个一根奶油冰棍呢 虽然说没有完全的安定 但是呃 它显然是一个进攻的目标 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具体操作的时候就会发现 这这六个子其实很难攻的 而且它眼位比较丰富 它在这边比如说飞过来的时候 这随时一冲来打吃 这就可以作眼 就是逃跑的同时它可以作眼 所以说这六颗棋子呢也并不好攻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黑棋该怎样进攻 首先 我们说看一看那个 三种进攻方式当中的最直接的一种啊 第一种就是直线型进攻 真心进攻呢 我们刚才说这两块棋现在是 呃 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来看一下啊 分别来看一下 那如果进攻这块棋的话 首先你要把它分断 因为它离这颗棋子是很近的 就轮白下的话 白棋起来简单的 比如说刺一刺 呃飞一飞 基本上就跟这边就是回家是很近的 或者往天上一出头 这个基本上就是说 呃联络啊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所以说黑棋要如果攻白棋这几颗棋子的话 首先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分段 比如说这样分段 或者是点在这儿 当然点在这儿的话呢 白棋是不会要的一个字 无论你下在哪儿 下面白棋呢 呃会跳这个 呃会跳在这儿 呃 白棋呢就可以从这个方向出来 白棋出来不要紧啊 下一步的时候 白棋如果在这点 黑棋很难受 呃 这个地方黑棋也是存在缺陷的 黑棋 我们再看这块棋 黑棋也没有完全好 同时这个地方下一步再点 不管你怎么连 呃 他可能一长 比如说你这样下 那一双 哦 他再一点 呃 我们看这又是绝对先手 黑棋必须得补 黑棋大概最好的补法可能是建在这儿 呃 黑棋自身是可以联络的 这个问题不大 但是同时我们看白棋这个 这都是先手啊 白棋这些都是先手啊 啊 瞬间他的眼位就已经做出来了 而且这个地方 比如说随便拱一拱 这都是眼 所以说黑棋呃 直接攻这块白棋是很难攻的 对 就这个时候实际上你如果直接动手 呃 动手 弄他 呃 他就直接在这跳 做活 就这个问题其实呃 变得简单化了 如果黑棋这么直线形进攻的话 反而把问题变得简单化了 那白棋只要专心的处理好这块棋就可以了 因为 无论你怎么进攻 其实对白棋 其他地方是没有什么威胁的 OK 那我们就说看出来这三颗棋子啊 看上去很弱 并不好攻 其实他是很难进攻的 好 我们再来说这根冰棍 怎么攻 当头一震 这个是绝大多数 这个我觉得棋手的第一杆吧 当然是这么攻 但如果你走这个的话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白棋只要在这震 呃 这个黑棋反而是很很痛苦的 很危险的 呃 如果你在这比如说怎么补一个 不管你怎么补哈 那白棋就跟着跳 我们看这个实际上黑棋想要进攻白棋 啊 这白棋眼型很丰富 你不管怎么怎么怎么弄他 他就是比如说靠住 对 呃 他下一步在这 比如说在这一靠 中间就是眼 同时呢 他还可以往黑棋的这个 这个右边的根据地啊 大踏步的前进 呃 那我们说进攻总是要有一个目标的 如果说你这进攻 其实你不可能 我们现在有分析 就是你不可能吃掉他的 如果吃不掉他的话 我们就要回答一个问题 那你在干什么 你得到了什么 如果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的话 那这就是叫做 盲目的进攻 对 这就是没有目标的进攻 所以说这是绝对不可取的 如果说黑棋在这分段被白棋一阵投 其实黑棋是更难受 比白棋更难受 同样的道理 那你这个子呢 对其他 对这三颗棋子也没有什么太大危险 没有形成这种 缠绕进攻的这种姿态 如果说我们说 那我在这补一个怎么样 这步棋呢 的确是不错的 在局部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悬点吧 是一步好棋 但如果这样的话 白棋他就轻轻的一跳 我们来再看 白棋这一对棋子 现在已经离这个大本营是非常非常近了 几乎可以说是 这个兄弟已经联手了 已经基本上连上了 那白棋还有一种下法呢 比如说那就是走在这 这个也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黑棋其实 看上去是大飞 也没法分段 这都是比较简单的下法 跳也行 跳比较稳妥 走在这也可以 这个黑棋是断不了的 无论你怎么下 他就贴住 这个地方如果斑断 这太过分了 对这黑棋自身 毛病太多 如果要这样断白棋的话 这不可能的 接下来这个子和这个子 这是无法兼顾的 所以说呢 如果直接动手 去供白棋这六颗棋子 跟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 供白棋三颗棋子 实际上效果差不多 就是你只要是单纯的 直接的没有任何其他目的性的 去只是单纯的进攻 这一对棋子的时候 他总有办法处理 问题就会变得非常简单 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 是在帮对手简化这个问题 所以这不可取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说经过上述的分析 咱们已经知道了 就是说我们谈到进攻的方法的时候 我们说有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就在这个局面下是并不适用的 直线性进攻 目的不明 没有办法达到效果 就是一不可能吃掉对方 二看不到直接的利益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放弃 这个直线性进攻的这种思路 OK我们再来说一说 第二种就是 缠绕进攻 曲线性的进攻 这盘棋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 就是缠绕进攻的案例 同时它也可以说是 还有第三种我们说的这种进攻的形态 就是撒网式的进攻 徐徐徒之 或者说是叫做 这个 叫做 不攻 就是表面上看上去不是进攻 但是同时呢 它的这个深意是在远远的 在去形成这个大规模的包围 这是一种高级的战术 那这盘棋就是这两种方式 同时 呃 穆古斯先生同时给我们表演了一下 他怎么互相作用的 利用这两种方法 去对几乘敌方进行这个打击 好我们来看一下实战 实战黑棋的下一手 我估计大家很难猜到 因为我们刚才说这块棋是进攻目标 这块棋是进攻目标 OK但是不要忘了 呃 缠绕进攻 最重要的 最核心的命题是什么呢 就是不要直接动手 不要直接向你进攻的目标去动手 这个是缠绕进攻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 一个要决 要决吧 可以说是或者说是一个 呃 一个关键 这两块棋都是我们的目标 但是心里面装着 先不动它 走哪呢 点在这 这是木谷先生给我们的答案 这招棋非常的犀利 而且我们在一会儿再看这个 他们实战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就可以发现 这招棋是有很深的用意的 呃 激难对付 大家可以好好的体会一下 OK我们来看点 这招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呃 这个局部呢 首先是 它看上去 它是在对白棋这四颗棋子啊 呃 就是 实行一些这个打击 或者说是施展一些手段 但是我们都知道 其实相对来说 这四颗棋子肯定比这三个棋子要 要安全多了 对不对 首先它 这个这个已经有根据地了 再一个呢 呃 本身它就是四个字 那这个地方本来 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个字 如果变成白棋 呃 那这块棋怎么攻啊 是不是 所以说 就是这块棋呢 显然不是一个 这个打击的目标 不是用兵之处 但是它高就高在这 就是你看上去不是目标的地方 它就是要把你缠住 就是要把你的主力部队啊 牢牢地缠在这 让你动弹不得 你没有工夫去处理这两块 其实你更需要救援的这两块棋 啊 这个是黑棋的最主要的目的 这个时候白棋有几种下法 第一种下法就是 就是这样贴过来 立场 白棋在压 如果这样下的话呢 黑棋就搬过 这个时候白棋 上面显然欠一个搬断 还要补 还要跳 呃 有同学可能就会说了 如果像这样的话 那黑棋不是 岂不是丧失了进攻的时机吗 好了 那我们承认 首先你说的非常对 这样下呢 黑棋确实是可能就不进攻了 我们说啊 黑棋就不进攻了 黑棋可能下下 比如说飞在这 就是让你回家 给送回家 不再考虑进攻的问题了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下围棋最终比的是什么 最终比的是这个棋子的效率 或者说是最终比的是这个双方地域的这个对比 吃棋不是目的 进攻也不是目的 这只是手段 最终我们只要达到目标 就是你的地比对方的地多 你的子比对方的子在棋盘上效率高 就可以了 那我们看实际上如果白棋这么下的话 我们刚才如果点木的话 这个地方给要给白棋点接近十木棋 那现在被黑棋搬度过之后 黑棋这样数过来之后 黑棋有大概有七八木棋 也就是说一出一入差了 接近二十木 这个在对于顶尖高手来说 这绝对差不起的 别说二十木 两木棋他们都要寸土必争 那短短的几步棋 瞬间就让你损失了接近二十木 这怎么能考虑呢 是不是 所以说这样下 确实白棋可以免遭被黑棋进攻的这么一个厄运 但同时这属于是不战而降 这就是属于直接自己就打下白棋了 就投降了 这种下法是在对于高手来说 绝对是不可取的 所以说白棋这个压住的下法 这个看上去老实 实际上是认输 就是绝对不行的 尤其是板田形式 他怎么能容忍呢 他是一个这么倔强的一个踢刀板田 这么犀利的一个选手 所以他一定要分断 这步棋是必然的 接下来黑棋飞 继续纠缠 这个时候白棋还是你有两种想法 第一种想法就是从这跳过 二路跳过 这个跳过实际上 就是从局部来说 从实地上来说 白棋也没有什么损失 其实没什么关系 因为这间一个对脚上黑棋的目术 也有损失 但如果跳过的话 黑棋就压过来 白棋长 黑棋就比如说飞过来 这个飞或者贴都可以 这个可以自己选择 这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 自由包包 是飞还是贴都可以 OK我们来看 如果下成这样 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全局 审视一下全局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时候白棋出问题了 问题很严重 第一个 就是黑棋这几步棋啊 它看上去 没有进攻这两块棋 但同时 它是把白棋 这个根据地给切断了 就是你这两块棋 我们说他要想连 他要想回家 他只能跟 就是上方的这个根据地啊 去会合 那黑棋通过这么几步棋之后呢 他不是顶还是绝对先手 所以说 这个黑棋很厚 很结实的 就是像一个这个突击小分队一样的 就是把你的这个回家的联络线给切断了 这块棋和这块棋 接下来都变成了什么呢 都变成了这个 就是与组织失去联络的这么一个 很恐怖的这么一个小小小分队 马上就要面临着 遭到别人这个灭顶的打击 但是同时 你这电话不通 那个回家的路也被切断了 在这个迷茫当中 漂泊的这么一块 就这么两块棋 对 所以说接下来白棋 无论你是处理哪块 你的另一块就会 遭受严厉的打击 比如说你还是走这个 这个时候呢 黑棋可能连飞都不飞了 他都不用 他就直接从这 比如说从这种地方分断你 这我是随便摆一个 这个大家可以 不用学我的一个招法 就只是这个意思 把它分断 白棋当然要做活 OK 这个局部我承认你是活棋 但是同时我在 这个时候我再来的时候 大家再看 就跟刚才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刚才说白棋 这个不论是跳也好 踏踏实实做人 还是这个潇洒的一大飞 都能联络 仔细看看 现在还可以吗 不说 首先黑棋从这 直接分断 白棋就拿黑棋没办法 黑棋呢 还可以从这个方向分断 他这个冲了贴这种 都绝对先手 而且我们走着走着 会发现白棋这块起 之前说大本营 其实他也没完全活进 这个就是在变化当中 慢慢的就会实现 我们不对他动手 但是走着走着 你就发现不对了 这期 所以说如果白棋 我们再退回去 退回去看 如果白棋选择 这个单纯的处理 这一块棋的时候 你联络是没问题的 但同时 你如果选择联络 那就是说 你放弃了对 这两块棋的照应 你就是任由对方 把这个联络线切断 所以说这个将来 是要恢复出代价的 非死即残 可以说 这块就算不死 那黑棋进攻的时候 首先这块肯定是 毫无疑问 会成一块 很巨大的一块失控 同时这个白棋两块苦活 所以这也是不能考虑的 实战白棋爬 顶住 这个时候 还是一样的 不能搬过 搬过跟刚才一样 黑棋只要贴过来 白棋不行 这个必须要拐出来 拐出来的时候 黑棋火 我们看 黑棋看上去 他一直就 对你这两块棋 他一直就不动手 但实际上 这就是我们说的 他就是缠绕进攻 他实现了一个目的 就是说他把白棋 所有的子力牵制住 你根本没工夫管 这两块 现在白棋是 没有任何的 这个还手的余地 去说我腾出一个先手 我去处理处理这块 没有 对不起 你在局部来说 被我死死的缠住 这就是黑棋的战术 如果这个时候 白棋搬过 黑棋天上一虎 如果白棋这样搬 不管你搬还是跳 这局部 我就算 白棋可以联络 比如说搬 这个黑棋长 这样是比较 这个比较简单 跳的话 可能局部 黑棋长过来的话 白棋可能还不好连 我们说 就算黑棋不分段白棋 黑棋也不去考虑 什么这种下法 就把这头拐过来 这样白棋 白棋退 确实 这个问题解决了 这块棋 刚才我们说 白棋这三个子 现在终于拯救回来了 但是我们发现 黑棋在这跳过来的时候 白棋这根 这个奶油冰棍 奶油雪糕 基本上就是 可以说 真的变成冰棍了 真的变成人家的盘中灿了 那这 前路 这个活路渺茫 前面的道路 已经被黑棋完全封锁了 只能在这个局部进行挣扎 就算能活 我们说 就算白棋能活 肯定也不行 非常的苦 而且这块黑棋 肯定会成一块锯控 所以说 这个时候白棋 还是 虽然很想在这联络 但是还是不行 只能长头 这个头不能让黑棋 虎过来 那白棋这六颗棋子 就太苦了 黑棋这个时候 还是不紧不慢的 在这跳 我们看黑棋 这一些下法 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有点像是打入 你可以看上去 你会觉得 他是不是在 他说不会攻 不会进攻 我是不是就去破控 有点这个意思 看上去 你别说 真的有点是这个意思 但是实际上 不是这样的 实际上大师 他的这种境界 远远是 超于我们的想象 这个时候白棋 还是你可以度过 这是可以的 但如果度过的话 可以从这跳过来 我们看白棋 这六颗棋子 还是同样的 面临着一个 非常苦 刚才我们说 黑棋振一个 白棋是能好办的 现在它是多两个 多两颗棋子 不仅如此 我们说 随时它从这分段之后 因为你白棋 这块整体还没有活 不要忘了 白棋这块 整体还没有活 所以说 如果被黑棋 从这条连络线 跳过来的话 那白棋 你看这六颗棋子 首先它是没有办法 这连不上 这很着急 很想从这连 可惜 你这就是连不上 走这人家一靠 简单的就把白棋 分断了 你如果走这 它就跳 总之就是连不上 连不上的话 白棋就只好 在这个中间进行腾挪 比如说这个时候可能不见得敢走这 如果走这的话 黑棋可能会反击 不管走什么 就算你能走这 不管走什么 黑棋再从这分段 这个白棋实在太苦了 我们想 按刚才的打法 你还要从这做活 是不是 黑棋就 我觉得什么都不用下 踏踏实实的 把这个跳过来 全部给你分段 一块 两块 三块 全分段 先断了再说 自己利于不败 白棋就 我觉得这棋是没有办法处理的 因为无论是哪块 你这块被人家一冲了一走 这基本上就死了 这已经完全封锁了 这块被人家一飞 跟刚才出境完全不一样 这多了一二三 三颗棋子 刚才说 就一颗棋子 这块棋是有办法的 多了这么多棋子之后 它就是完全没有联络的可能 同时这块棋 我刚才说 不说人家走这个 就是简单的 我就跳一跳 这白棋的眼位在哪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时候 这也是 这个板天先生 他也没办法了 他 不能选择度过 他还是只有出头 所以这就是 高手就在这个地方 你看上去 他总是在给你机会 总是你可以回头 可以绕过去 但实际上 其实你是没有机会的 其实你下了就知道了 这个我们往往 有的很多棋友都说 这个也就那么回事 高手的棋 我都看得懂 对不对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其实你跟他下的时候 你就明白了 那种压力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就是李昌浩 李昌浩是最典型的 李昌浩下的所有的棋 大家都能猜到 可以这样讲 他跟李诗识不一样 李诗识下的棋是很诡异的 他有一些很独到的地方 是你根本想不到的 就是他会在一些很刁钻的地方 突然就是他有爆发力 突然那个出手 但李昌浩不是 李昌浩从来都是下的棋 都是你能想到的 你会看着你觉得 就是什么大不了 对不对 那我都会嘛 你下的我都会 但不是这样 你跟他下你就知道了 那种压力是你想象不到的 你都想到了 你都下对了 但你还是输了 这个就是石佛 他当年的这种 绝对统治力的这种 这种时候 给人的这样的感觉 这样的压力 这盘棋也是一样的 我们看 好像是 就是在这个局部 好像是下的是 黑棋在打入 是在破空 是在 就是说 可能下来 大家看看 不仔细分析的话 你觉得这是很普通的找法 但实际上 如果你站在他们 对局者的这种状态 和这种心态 去仔细的去想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真的是了不起 就是大师 他们的这些招法 绝对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这种威力 你不跟他下 你是没有办法体会的 像我这样说 我这个是嘴上的高手 那个 讲 我可以 这个讲 其实谁都能讲 不是我能讲 谁都可以讲 但实际上 你这人下的时候 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 下到这的时候 白棋 他一看上去能度过 他不能选择这个 他还是要去出头 这是至此一手 黑棋 下一步就淡淡的一小间 其实下到这 这盘棋 基本上 白棋已经没有机会了 因为下一步棋 很简单 黑棋 这个 黑棋实战是搬了一下 对 先搬了一下 搬了一下 把白棋分段 在一小间 其实这盘棋 已经基本上 可以说是下完了 因为下一步棋 黑棋有两个绝好点 无论走到哪个 基本上都是给白棋 致命的打击 第一个就是从这儿飞 黑棋是个小坚 这是非常稳健的一手 其实他直接飞过来也可以 我觉得也可以 但是他走这个 走这个就是 这就是又是高手的 他的这种掌控力 我们这由于跟进攻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我们就不多说了 以后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再去分析 那就是他很简单 我们把这个思路一捋 捋清楚 之后就知道 为什么他走这儿了 因为下一手 如果他再飞过来的时候 这个就是要命了 这个就是致命的打击了 这个他就不跟你开玩笑了 你就是你必死一块 就这两块必死一块 都没有演 两块都没有演 又连不上 这肯定是必死 那也就是说 首先白棋呢 可能只有从这连 或者从这这种地方 很皈依的地方连 不见得连得上 就算能连上 下一手黑棋从这出来 这个也是受不了 现在也是这两块 必死一块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两块必死一块 这很简单嘛 你没有路嘛 没有联络的 没有联络线嘛 同时都没有演 两块都没有演 怎么做活呢 空间又这么小 是不是 所以说下到这儿呢 可以说 这盘棋就可以说 宣告结束了 这以板田容南 剃刀板田 大败 而收场 当然了 他对手下得太好了 所以说 我们这盘棋 我真的觉得 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就是我们在谈进攻的时候 大家千万不要把思维固定在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目标 然后对他进行猛烈的进攻 不是这样的 进攻是有目的性的 如果能够找到一个达到目的的方法 我们可以放弃进攻 这都没有关系 我们谈进攻 其实不是为了进攻 而是为了获取利益 达到目标 所以说这盘棋呢 吴古石先生给我们表演了一出 可以说是缠绕进攻 加上 这种撒网式的这种 什么说 大包围 总攻 大规模的这种 战略性的包围的 这样的一个经典的名剧 我觉得这盘棋 当然开玩笑说 应该是 例如 列入这个兵法 如果是这种军事家 战略家 学一学围棋 真的是有好处 这盘棋就是一个很经典的案例 就是 我自己是很受启发 也希望大家呢 能够好好的体会 好的 那么我们本期的节目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